另外2024年裁案也获得了两位副首相的认可 其中南都西亚莫扎心形容这份裁案非常全面 涵盖社会和经济领域 没有忽视任何一个群体 和经济领域的新闻 最主要是我们可以专注在这些批评案 国阵地地旺煞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佐哈里阿都也指出 这份裁案聚焦人民议题 特别是为教育领域提供的津贴和援助 在他看来特别重要 能够帮助不少的清贫学子 佐哈里阿都也谈到针对性补贴 尽管缩小收回群体 但是节省下来的钱依旧花在人民身上 尤其是B70低收入群帖 此外裁案也没有忽视农民和渔民的福祉